是 OK 下海 板 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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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预定 拍 观众朋友们 巅峰时刻已经到来 这里是峨眉传奇46重庆战的比赛 我是东宁 我是董江涛 这场比赛呢 我们也迎来70公斤级 世界金腰带私人赛的总决赛 两位选手都非常厉害啊 红角选手就是我们大热门选手 要为猜 篮角选手是我们祖耶夫 也是昆仑爵初代王者 那个要为猜的输得更快点 而打法的技术性更强 那么祖耶夫呢 更硬朗啊 拳法的这个重击能力很强 所以说这场比赛啊 双方都比较小心加谨慎 所以说上来之后呢 这个司探更多一点 我们看要为猜这场比赛的战术 就改变了啊 在采取往后撤的这个不法移动 并不同于半决赛啊 曲皮防守往前碾压 这个时候占据擂台中间的是祖耶夫 果然要一猜还是非常忌惮 占换的中间距离拳法 一旦顶西进去之后 看贴得很紧 但是额美传奇 这场比赛的规则啊 做了一些小的改变 对于孤近 搂抱 而又做了更严格的限制啊 所以说要一猜在比赛的时候 特别在中间距离靠近的时候 近身的贴靠要注意一些了 是的 你看这个时候抱很紧啊 这场呢是力量和智慧的对决 因为双方都已经达到顶层的这样的水平了 所以说看是祖耶夫的力量更强 还是 要一猜 他的技术更加灵活 更占优势 要一猜 虽然相对于普通的泰拳选手 他的拳法 相对来说突出一些 但是面对祖耶夫这样的世界级的 特别擅长换拳的选手啊 还是很忌惮的 是的 祖耶夫一旦靠近就显得非常紧张 现在是拉开距离 来用远距离扫踢中间距离 西法迎击 然后贴身 好 这么一个战术啊 走 对 相对于半决赛来说 打的稍微有一点被动 是的 在半决赛的时候 这个 药维猜和马兄的场比赛当中 我说药维猜像一个精致的格斗机器 如果你说非要挑出点毛病来的话 可能是拳法 对 跟他其他方面来讲的话 要弱一点点 但是这个祖耶夫又是一个特别擅长重炮手的选手 还是中近距离的拳法防守上没有那么严密 走 现在换拳的时候 走 其实看到拳法更硬的攻势更临 还是有一些弱 太拳了 只要被尽了 再拳法 就给你 真的 厉害 b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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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夫后中之拳 我们要知道绝夫的 左眼的队字已经受伤了 走 走 对 OK 踏 踏 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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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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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今天谁会把第一场败季贡献在额眉拳棋的擂台上 要一猜 这一盒主动贴靠的搂抱少了 贴痕之后马上推开 虽然消耗一些体 但是在判罚上就没有那么被动了 对 做一些步伐的前后的晃动 走 走 走 那么这个时候呢 主业夫在压进的时候 还要再加快一些步伐 贴近之后 你看 就是这种持续身的镂靠 延缓了主业夫继续发挥自己拳法 发挥威力的这个节奏 对 这个第二回合的前半回合 贴身之后推开对方马上出动作 或者继续进行步伐的移动 来缓解中间距离的劣势 需要一定的体能支撑 当你的体能消耗很大的时候 还是不由自主地做了一些贴身的揉抱 对 看来主业夫的打法还是真的非常强势的 这样比赛呢 要没猜 也是前所未有显示出啊 非常 没有那么淡定自如的表现了啊 但是还是在用自己的技术 来抵挡着主业夫强势进行 这个抱着有点多了啊 不是这个 凌鲁 口是药离拆 口是药离拆 抱着有点了 来去 一楼卡 ok 不如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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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场上裁判 唐红涛正式的 严谨的警告一次药离拆啊 不如卡 不如卡 多砸 都全都没有 不如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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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共3 最后 请人可能 要不记得 此论 不游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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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滚 不游刺 no commitment no bells maybe a contract or two but by that time i've already titled the way you like it oh oh 棒棒棒棒 呀 啊 好 现在这场比赛进入到第三回合决胜回合了啊 对 要为才要为才在这个回合上的表现跟前两回合也是有一些调整的啊 第三回合上来之后绝对不法移动上更灵活了一些啊 对 要为才的外线移动动作的这些拳法的延续的输出啊 每一拳打的其实并不重就是为了破解贴身之后你看对方摟胖的 尴尬的这种境遇啊 对 其实这个要为才更应该拉开距离 发挥自己臂长腿长的优势 不错 打法也变了啊 并不是一味的往前冲 你看有一些步伐的移动啊 前前后后 包括向他的右侧方进行变现 上 拍 而祖岳夫的左侧方也一直防守的非常严谨 这是因为要为才的一些吸法对他有些伤害 对 对这说明要为才的吸法腿法还是非常有效的 但是在第一回合第二回合陷入了祖岳夫的拳法的节奏当中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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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从场面上可以看出来 邀威猜是在主动的进行贴身的这种贴靠 是的 像这种进身裸抱 走 走 走 祖岳夫呢 其实已经两年没有参加职业正式的比赛了 但是今天看到他的肌战术状态 说明这两年的时间都没有懈怠训练 今天表现真的是诠释了这个四个字 宝刀未老 36岁 这场比赛确实我们看从场面上绝肤更积极主动 那么要为了要为猜啊 确实中间距离这种贴身的镂靠有点多啊 对这场七十公斤级世界金腰带的决赛还剩最后十秒 走 好 好 时间到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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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场比赛无论结果如何都是近几年来巅峰的对决 请大家把掌声送给两位选手 两位选手啊 在全台之上 是对手 在私底下 给了最大的respect 我们看一看 裁判的裁决将决定着这根金腰带花了谁家 确实你 对 OK OK oples 杨艾,请拜访坐中心 请 好的 五位的导演出同样的 decision 32-27 5位裁判一致,只是30比27 所以最终的结果是 红封射 恭喜耀威猜 好 这也决定了我们这根金腰带 已经尘埃落定 祝贺耀威猜 下面我们有请四川五粮业农香酒公司总经理助理 川瑜大区党支部书记蓝生强 蓝总以及峨眉传奇创始人梅嘉祥先生 登台跟我们见证这份荣耀 祝贺耀威猜 他们的激动真的是异于言表 有请蓝总和梅总把这根金腰带授予给 有请蓝总和梅总把这根金腰带授予给 有请蓝总和梅总